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输在了整盘期都在看你的脸吧 希望是 希望是 来 说说你的个人经历 你刚才说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 还会主持 是吧 个人经历的话 我因为学的是英语专业 但是我可能不大喜欢这个专业 所以说我的实习是在银行实习 有去过中国银行国际结算部门 还有一个是在渣打银行的HR部门 还有一个是在大唐电力的财务部 学习这一方面是因为 这都是你自己应聘去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我的奥学位是国际金融 所以相挂钩 所以我去到这些公司去实习 我这些你还做过演员是吧 做过替身是吧 在新版的环珠格格当中 做过小燕子的替身是吧 对 替的是小燕子 他当时候的一个跳舞的情节 小赫啊 那个我问你一个问题 忍不住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我觉得你一上来的话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就是很漂亮 这个又多才多艺 既然他有这么好的条件 那他对自己职业发展的规划的话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 我是一个大学生 我想先满足自己的经济独立 我想在自己有一个保障的情况下 再去追逐一些所谓的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的梦想就是三到五年之后 我可能是想创业 想创业的女性其实还是蛮少的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可能我爸爸是 也是做生意相关的 对 然后作为家长的话 我还是愿意去听大人的一些的话 对 你是不是想借助这个 这个求职的这个平台 然后借助一些别的公司 然后完成你自己的梦想 那老板谁敢用你啊 刘佳你来帮助一下 首先你要感谢图里老师 如果我不帮你的话很麻烦 你从上台都很失败 为什么 很多时候一个漂亮姑娘 往这台上一站 哇 这男老板 你一眼我一眼 抢不过来画了都 但是今天你发现没有 好半天 只有浩阳变了半天 才问你一个问题 说明你的场空很差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说你要做活动策划 到现在没有看到 而且你过往的所有的精力 不足以支撑你做活动策划 去渣打银行 做HR 对吧 然后又做一些提升 哪里有活动策划的精力啊 一点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我出手相救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这是出手相救吗 你这是出大胖哪一个 因为我觉得 PPT里边有策划案例吗 社会今天是第一次在我台上 所以他会多多少少 他不会说像涂雷老师这样的 完全这样的空场 这个我是认可的 我也觉得是接受 而且我看到他确实 很多很优秀的方方面面 我的体验是经历过很多非常好 那同时呢 当你走过之后 你会又要清楚地知道 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观察了一阵子 我也没说话 但是我觉得我回想 我大四毕业的时候 你说我知道自己的路 想要走什么 我要从事怎么样的方向吗 其实我当时 其实也是很迷茫的 我在想 其实他是一个怀揣着 一个即将放弃的明星梦的 然后想要进入职场 去积累经济基础 积累职场经验 然后又梦想着几年后 是不是在打造 自己的一片天地的一个女孩 我觉得到现在来说 企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平台化 企业内部也有很多 内部孵化的项目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 极米无频电视这个领域 其实是不冲突的 所以说我持正面的意见 也希望你后面再多多表现 谢谢 的确如中波所说 很多在毕业初期的时候 年轻人拥有的只是一无所有 他们挣脱的是枷锁 拥有的是自由地去尝试 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说实在话 在这旁边的求职者 只要在他这个年纪 他不肯老 他不去依赖别人 不比不靠 我觉得从某这些角度上来说 就是值得赞赏的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点掌声 希望他能表现越来越好 谢谢 好吧 好 来 我们第一轮选择 屈活流 来 说你的不说你的 都会留灯的 他们只是为了获取几句 说话的机会而已 结果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你去把你的那个策划书拿上来 先发给他们 然后咱跳舞 跳完了舞就自然有了结果 谢谢 来 去发吧 让他们自己传阅 这个不要你一个一个去发舞 你好 麻烦传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来 你跳什么舞啊 拉丁舞 谢谢 说句实在话 这首曲子比你跳得美 那你能不能跳一点 这个热情一点的仪惠吗 好 给他来点热拉一点的 我没有准备 看看那现场的发挥怎么样 我这人最喜欢出这馊主意 谢谢 这个跳得好得多了 谢谢 来 丁浩阳是号称在某一本杂志上是舞王的人 那天我偶尔在厕所的时候 妈喵的了一样这个杂志 来 你点评一下 你家厕所还卖杂志 点评一下 那个 对 我家叫叫大舞鞋的会长 就是我觉得他跳的一开始呢 第一首曲子的时候开始特别紧张 后来呢我就冲他笑了一下 他就走 然后呢 把这个笑容绽放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他就开始融入到那个舞蹈里面 你老师的回答 你的放松是因为他的婉然一笑吗 我的放松是因为所有人给我的鼓励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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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多情 自作多情 也包括老师 自作多情呢 哎 浩阳你上去跟他跳一曲吧 那么 我家老师你应该动作吧 给他们一点音乐让他们直接来 来 既然你浩阳说自己那么牛 我走 好吗 对 你跟我走就好 如果浩阳跳得不好 我们可以去 可以啊 可以去 两只老虎 我想听一下大家的掌声在哪里 掌骂 是你们有点二十年前的感觉的舞蹈的感觉 谢谢老师 这种舞蹈的舞蹈 是堂一年之外的 你跳的分明是老年迪斯科 对 言归正传 说一下你的策划 现在各位老板手中拿到这个策划 是我在大选期间的一个关于主持人大赛的策划 从初试 副试到决赛 所有的流程包括我们的赛制赛规赞助合同 全部在这个里面 浩阳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因为这个工作很多人做吧 其实不是你一个人做的 应该是一个团队做的对不对 我们会有一个人员分布表 包括每个人谁做预算 包括做合同这方面 我讲的是策划 整个这个执行方案 是你一个人做的还是很多人一起做的 团队但是是总负责 然后分工 你完成了百分之多少吗 60 百分之六十是你写的是吧 刚才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 就是问这个报告到底是谁写的 刚才你说的是你写的 然后后来又说的是百分之六十 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明确的 就是活动的创意谁出的 点子你想的 对 执行是你干的吗 是 给我回答为什么各个老板都比较着急呢 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这两个问题 你一定要回答好 第一个就是说 在整个活动报告里边 最有创意的你做的事是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它有创意 第二个问题是 在整个活动的执行中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你是如何跨越的 希望你把这两个灵魂点出来 否则的话这个报告就只剩一个壳和一个系统 就是这个创意点是我想的 但是我想的话 这个创意点我得去执行去实施 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分工 创意点就是我觉得 作为主持人活动比赛在校园 然后我们为了就是 拉到就是足够的人群来参加到我们的决赛 我们会让他们自己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来宾 然后到现场然后进行一个互动和合作表演形式 就是有一个助演呗 对 我冒昧地问一下这个策划案是已经实施了吗 实施了 效果怎么样 很好有100多个人报名参加 你们学院有多少人 全校大概有4万 那太少了 我们学校做一个主持人大赛才100多个人参加 那几千人参加呢 可不可以 我说一下 还可以 我看到你这个策划案 首先我觉得在你这个年龄还在学校这个阶段 我看到的是很完善 但是我想说 我们首先无论做任何一个策划案 首先要有一个目标 那我没有看到的是说 我做这个策划案 我要做这个主持人大赛 我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我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 这是我没有看到 但我觉得在你这个年龄段 这个效果已经非常非常好 然后在创意阶段呢 我觉得未来还可以再更加的open一些 好 我们不再问问题了 我再肯定一下 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 五千 你是今年毕业吧 明年毕业 那你今天还是只能实习 对 好 来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如果一盏灯都没有灭的话 每个人要出一千块钱的红包 你看 两个另一色的人马上就可以灭了 你看 谢谢 好 还剩十盏灯 来 光头你解释一下 他刚才回答浩洋的问题 其实答案相信都已经有了 嗯 第一个就是整个的策划的过程当中 你创意的亮点在哪里 第二个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嗯 如果这个idea是谁的 他是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打出来的 但是一直在暴流水上 所以你还是质疑 不是他的点 我认为不是他的 对 就是这个原因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冯毅开始 给到你的职位呢 是优慢集团市场部的活动策划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希望你呢 能参加到我们银课旅游的 一些这个活动的策划 和执行里面来做 工作地点呢 是在北京 好 谢谢 脆生生薯条给你的职位呢 是市场策划专员 工作地点在天津 谢谢 威娃营养 提供给你的是管培生 我认为你还需要一段时间 挖掘出你到底适合做什么 不见得是市场策划 谢谢 后悔啊 就是每一个选手 如果只要我质疑他 他基本上最后都不会选我 我希望你不是平庸的那种选手 所以我们艺学教育 其实可以给你提供 教学的运营管理 我觉得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 也会非常好 好 谢谢 几米无品电视提供给你的是两个岗位 第一个是几米海外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第二个岗位呢 是几米的市场部 是国内市场 主要是你的专场活动策划的 好 谢谢 理事这边给你提供的机会呢 可能是一个有关活动的 这方面的一个见息助理的这个方式 好 谢谢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运营呀 活动策划呀 关于行政方面的一些工作给你 好 谢谢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的就是 你最想要的是策划 提供的地点呢 在上海和北京都可以 谢谢 我会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活动专员的这个职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思考一下 灭掉霸展留下两展 去吧 不好意思 等一下等你争取 有请中播乐华 谈钱不上感情 刚才李浩阳说 希望你要不计前嫌选他 但你的选择恰恰相反 你选择了两位最支持你的 从头到尾支持你的老板 对吧 我坚信我的选择 嗯 来 可以揭晓了 好 五千加七千加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记住啊 这是实习港啊 七千有点高了啊 满意是吧 嗯 来 把其他的十盏灯亮起来 有谁的薪酬可以超过于七千的 多秒 八千 八千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他出高价我一点也不意外 啊 梅老板向来是以前多著称啊 哎 梅老板为什么要出到八千 说下理由 呵呵我在整个前面都没有跟你进行交流 实际上我们最近 我做的很多事情跟你都比较相似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发展潜力的一个人 这是我的想法 坦白讲 每一种总是以老板 以家前任性著称 尽管不符合 当下他的身份 说实话 这姑娘表现 虽然还是不错 但七千的价格都已经算高的了 每种非要参加一下 其实我觉得未必是 会人不倦 也有可能是毁人不倦呢 那如果是在 会人不倦和毁人不倦 连种可能性之间 你愿意浪费哪一个机会呢 万一呢 没错 如果说为我 后悔这么优秀的人 如果错过了呢 你怎么看 你何以见得会错过呢 好 错过 错过就错过了 是吧 他已经错过了 别急啊 我们要相信何辉是聪明的 你自己选择吧 你现在再做出一个选择 是否愿意让梅向荣 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钟考虑 你的结果是 今天是这两位 OK 你为什么不选那个可爱的小胖子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最开始 我有几个意向的企业 然后得知今天到场的各位 我的意向企业是 岳总和梅总 还有朋友印象 然后最后面 通过几场看来 我觉得 岳总对于我格外的关注 那么综合考虑 就是我可能会坚持 最后为我留灯的这两位 哎呀 你后悔 你知道我什么心态吗 我真的是觉得 我自己失去了一个人才 哎呦 你以为啊 你们两之间可以用一句对话来形容 请讲 嗯 你以为他对你一见钟情 其实他不过是见色奇异 你以为他对你一往情深 他不过是权衡利弊 他不过是权衡利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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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会 可会有很好的前景 而且职业上会发生的很好 所以你应该好好祝福他 对我祝福你 来 思考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顶级摄影 几米无凭电视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 谢谢 压力面试会让人感觉很紧张 但是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需要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应对 然后也非常感谢岳总顶级摄影对我的支持